富士匯游只需1小时52分钟 由东京新宿站直到富士山 无需转车最快、最舒适、最贵 另一种方法是乘直达高速巴士 如果不在意塞车或有预算限制 乘巴士都是最简单和最划算的方式 新宿巴士站开出无塞车都是2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河河湖 今次是选择乘高速巴士去 在看影片之前记得按订阅 多谢各位的支持 现在是早上6点 这里是御途町最后 更加位于山手线 可以很方便的不用转车去新宿 我是用机场购买的welcome to 时入闭 御途町去新宿13个站 半个小时就到了 新宿都是交通交汇点 可以转乘地铁或高速巴士 认着是山手线和方向 这就万无一失了 早上6点左右地铁已经开了 我们按赶因为要7点半前 在伸速搭高速巴士 我们是用Google Map 看列车班次和点去的 在日本全靠Google Map大路 指示都十分清晰 列车来了 日本列车都很准时到站 Google Map写稿的时间 就是那个时间进站 记得提早网上要扣高速巴士票 伸速去河口湖 伸速站一出往南轨窄方向 这里站出口十分多 认清自摄牌和要冷静 过五关站六丈 好不容易才来到伸速高速巴士站 大家要预留多些时间比较好 最后伸速站记得是南口方向 再过条斑马线就到 高速巴士就在这幅大楼的四楼 四楼有市多 怕饿可以在这里买点食 基本上沙律菜三文治 熟食小食都有 现场买飞比较早的班次 例如7点至9点一定是买不到 要去到10点才有票已经太迟了 记得提早网上易透 上车前出示车票给服务员 全程行高速大约2小时就到豪口湖 虽然巴士都是伸速开出 但如果想中途停站 来下一站下车 先去浅介神社再去富士山 就要留意班次有没有在此停站 司机位置上方有清楚列明下一个站在哪 车程2个钟左右 远柱就是富士山 第一次见到富士山 虽然7月份会生生地是没有雪 但很震撼 能见度十分清楚一览无遗真好 记得去之前查好当天的能见度 连机会摆次数栏 有人会选择中央到夏吉田站下车 这里下车去浅介神社 或者去日川市计店都很近 这些景点我会稍后作介绍 先去河口湖再去夏吉田 这车下一站就是富士山乐园 有加速速度世界第一个个新车 有兴趣可以挑战 我见到都心惊胆跳 差不多2个钟终于到河口湖站 其实7点半在新宿上车来到处 已经是9点25分 记得大家愈左愈好 愈留足够时间去不同景点 至于到了河口湖后 要如何在各个景点接驳 可以搭周游巴士 周游巴士总有三条路线 巴士路线会经过比较重要的河口湖景点 各个班市不是很多 查好开车时间 以免等车浪费时间 因为步行去搭纜车的位置只要15分钟 我们选择步行而没搭任何巴士 因为在途中都有不少打卡位 巴士路线转左直行会去到第一个打卡位 就在罗神便利店旁边的一个路口 前面就是一个富士回游列车会经过的行人路口 列车经过影照都滴美 这就是富士回游高速列车 大家在路口拍摄照背后就是富士山了 逗留10分钟拍摄照就可以走得 其实这个罗神也是一个打卡位 去到对面马路拍摄也挺漂亮的 拍摄照就看这边的车 大家小心 卡就打完了拍了不少照片 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走大概 还有10分钟左右 7月份的富士山就是这样的 没有了雪 差一点了 有些云子要趁一下它 这边的人看着富士山也挺正的 一年四季都看到它不同的样子 全部都是独立屋 外面有个花园种草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它这边 附近的社区的商店 这些售球花很漂亮 开心大发现了 来到这边 天上山护角神社 走上去我们就不走了 把握时间 不过那些花真的挺漂亮 在纜车对面的位置 这边就是坐船的位置 这边有些鸭仔船 还有些游客观光船 大概游20分钟就可以游这个湖一圈 今天景色都挺漂亮的 坐船大致上的收费是这样的 不太贵 想坐船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纜车9点半开放到4点 平均路透时间1个小时 现在才是10点已经人山人海 大家记得尽早来到这里 富士山纜车听说一定要坐 不过今天真的小到妈都不认得了 纜车成人每人900元来回 入到去有机会买票 纜车3分钟就上到顶 大家都可以挑战途步上去 随时40分钟 纜车一程都在几十人都很方便 这一天 我来给你吃了 最后的冬天 最后的冬天 看来是有关的 在明天 人家也会介绍到 跟人家也有点 小伙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Don't forget about the Panukinango, a specialty of the Ratu-themed cafe. The switchboard assembly is used on the cross-over castle, and served with the party switch post. It's delicious.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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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a beautiful place. And today's Fuse-themed cafe is very beautiful. 雖然這個富士山沒有積雪,我能看到是十分之清楚。 大家可以盡情在這個世界遺產瘋狂拍照。 雖然有人說天水公園不是太大,只有一個觀景台。 欣賞富士山。 其實除了很遼闊的觀景台之外, 還有秋千一個小型神社可以向富士山許願。 都有一個散步小景。 不一定只有觀景台才可以欣賞到富士山的景色。 這裡還有商店。 天氣這麼熱,大家可以買個雪糕吃下。 先去機場買食券,然後再換零雪糕。 雪糕配這個富士山。 有牛奶味和抹茶味。 吃完雪糕,拍完照,我們去當秋千。 這個秋千2021年11月才推出。 玩法是職員幫你扣安全帶。 踩上高約3.5米的大型千秋。 響起柔和音樂,三分鐘盡情蕩樣。 有需要攝影的朋友可以叫職員幫手拍照攝影。 拍片留著珍貴時刻。 大家記得排隊前在這裏買票。 以免自己辛苦排半個小時都沒得玩。 到我們了,一飛沖天超棒。 這個秋千一定要玩,超好玩的。 時間差不多1點了,我們搭藍色下去。 找間餐廳吃個下午。 這裏看上去其實不是很高的。 不怕位高的,可以靠外面站起來。 拍攝更好看。 並且珍貴。 看來我們還會ے流露。 我們還會有露。 是個露。 是個露西龍王呢? 是個露西龍王。 有露西龍王。 好皮靠西龍王。 是家露西龍王。 南车旁边就是这间饭店 很适合我们贪方便或赶时间的人 有日本酒 窝蜜料理 冷热乌冬 冷热桥麦面 还有定食 环境很阔落,伙计没什么人,好像一脚踢 我们选择坐在Tater Mead,喝杯啤酒 烏冬的味道是正常的 打算吃饱就算了 还点了海鲜锅定食 上菜时还滚着 整锅有很多菇菌,还有鞋 底部是自家制类似烏冬的面条 炆得有腍,蟹不新鲜,湯很咸 味道认真一般 草不挂猫到脚鼻 不过胜在便利有冷气开放和洞水提供 对面就是红色线巴士站 吃完饭我们去红色线的最后一个站 河口湖自然生活馆 可以在这个大石公园观赏薰衣草 差不多半个小时一班大家留意时间 约20分钟车程去到尾站 下车跟着走 便会来到大石公园 7月份是芬衣草盛开季节 哇,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在这里 其他季节这里的植物都有特色 最二满就是6月下旬或7月中旬 期间限定的芬衣草柜 在这里可以拍到紫色芬衣草和富裕山的背景 到处都做满了薰衣草 我们到处去逗一逗 真的那么久没见过这么多薰衣草 随便找小路走进去都好像被薰衣草包围 每样拍照都是漂亮的 那边就是富士山 真的超级之靓 这边的逆商什么角度都很漂亮 这里很漂亮的全是农夫色叉的栽培 走入牧丸都有其他植物 大家可以細心欣賞 那天天冷氣清都很低風 每個人都拿著相機不停拍照 確實每個人都很喜歡草 連我都很喜歡草 看一看 這邊的景更加漂亮 這裡很棒 整個位置都很忙 除了景觀開養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迷你鳥居 大家可以找一個適合的角度 看一張超級無敵的照片 或者買個富士山雪糕 看著富士山吃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這裡還有大量富士山手信購買 大家可以盡情購物吃幾大堆 服飾、帽、袋都有 外面還有一些正品店 當時教我們搭紅色四回程車回到河口湖站 我們在河口湖車搭富士吉行去夏吉田站 夏吉田站逃步十二分鐘去到這個淺眼神社 如果在櫻花季節這裡拍照更加漂亮 淘步八分鐘就可以去到這個日川時間店打卡 搭鐵的位置就在裡面 班次比較疏大家留意時間 由於我們訂了四點多的富士戶友 地圖顯示淺眼神社雖然走廿七分鐘 但打卡位置要走很多層樓梯所以果斷放棄 通行只能勉強去日川時間時間去日川時間店 跑啊! 時間到了! 快點! 時間不等人了!時間到了! 我們要去看富士山 啊! 就是那邊而已 啊! 終於說到了 在這個日川時間店 打卡 傳聞那個位置拍富士山 超級漂亮 那邊有人在排隊那邊 就是打卡位 看到很多打卡愛好者 這個路口望上去是平微無奇的 但是一向富士山方向望下 在路登街鋪的陣落之下真是好美 遠處的富士山真的特別美 天氣晴朗富士山更在此赤 現在這個時候雲比接流早到一些 不過車力量真是不少 不少美女為了拍照站在路中間 真是看到都很可怕 我們仍然想打人卡又跑回夏吉田站 趕上夏吉田預定的班次去河河湖車 下一站都停下了不少列車 都蠻特別的 車來了我們乘4點中班車 才可以剛剛說到4點15分的富士戶友 剛巧遇到有人拍攝應該是綜藝節目 回到河口湖大家可以作最後一個沖廳買紀念品 富士河口湖作為溫泉香溫泉麵頭都蠻特別的 而我們就沒買到東西的 反而在當地買了兩個桃 1000元兩個 計算是 50元 50元 50多元 兩個20多元 OK 試試 這個超甜 超級甜 這條片才介紹到這裏 有更詳細的資料放在資訊欄 多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條片再見 對付 token 芯 好 還有 爬 食べ 爬 爬 �?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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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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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